妳當初 妳有看過他 別當模特兒之前的樣子嗎 就是素人階段的 小璇 對 很小就... 他還參加過我畢業典禮 他高中畢業典禮 真的啊 那時候已經是老闆了嗎 他已經開始做模特兒 妳還說妳不是崔萊姬 妳還說妳是老模 妳還說妳那時候是秀導 秀導 秀導 我那時候秀 而且小璇穿比基尼 因為我跟他去過國外 我兒子是那種五歲出來 跟我老公看到他穿比基尼 是會說 哇 好美 然後就兩個男生 然後就幻想哇 好美 因為他到國外的時候就 就非常比 你知道 就是那個比基尼都是一條線 都是那種非常比的 好 我們現在呢要 三個人要指向就是 詩璇還是走在路上的美女喔 不是模特兒喔 好難喔 妳會先看什麼地方 妳幹嘛 我們要誠實 我們就誠實就好 不管妳是出於覺得有問題 還覺得很漂亮 妳就會先看的地方好不好 準備好了 好 一 二 三 妳指哪裡 妳指 屁股 我也指屁股耶 我指眼睛耶 妳指眼睛是因為 妳怎麼會不先看眼睛 妳是覺得她眼睛很好 有眉啊 這是水水的那一種 哪有眼睛可以不用那麼眉 可是因為她臀部 妳轉成側面 她臀部算是非常緊實 所以很難錯過那件事情對不對 而且因為她腿比例高 所以就會覺得臀部位置在比較上 她當初在被妳發掘的時候 就已經是長成這樣了嗎 我認識小萱的時候 她已經開始做模特兒一兩年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她的條件真的不錯 我覺得她就好想掃吸她 可是我覺得她是不是算身材 一直都維持得還滿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我都常常拿她來警惕 剛剛入行 我說你們現在才剛剛入行 你們身體的保養 跟身體的緊實度 我跟你講 接下來才會得罪陳思璇 就是接下來進入廠商檢驗的階段 就是我們三個就是 宛若跟妳跟我們三人是今天已經累了 三個鐘頭的廠商代表 然後我們已經很不耐煩 然後就心懷惡意一下 然後看說接下來走進來 這模特身上有什麼問題 所以三個廠商代表會 我的手心都出汗了 她跳一個覺得想要問說 怎麼會這樣的這個點 我就不相信妳敢講 妳那麼不懂 我會真的指上一個 我覺得我想要問的地方 宛若妳要誠實喔 好 妳呢 我願意 只要妳不要陷害我就好 我不陷害妳 1 2 3 妳好陷啊 妳好陷 我真的細膏 我真的想要問膝蓋啊 膝蓋這邊沒有嗎 妳被陰了 膝蓋這邊有 那就是跌倒啊 或者是膝蓋誰不黑啊 妳還好吧 可是 所以我就給妳偷心偷背 結果妳看我配對 不是 前晚如果也指那邊 沒有 她指頭 好啊 好啊 妳們兩個猜猜 妳說我要跟她真的宛若記嗎 妳要這樣對不對 我就被妳害死了 妳要這樣 妳認為我也會直臉 對 因為她身材已經完美了 妳又沒有跟我講好 我怎麼知道妳要直臉 好啦 宛若有指頭髮幹嘛 沒有 我覺得就是因為台灣廠商 我反正用指頭髮也是最鬧的 不是 頭髮 是頭型 是頭型 因為有很多廠商搞不清的狀況 其實小璇跟家綺都發生過 就是說 他們當初 她們當初 會不會太遠了 沒有 他們當初沒有選的時候 他們就說她頭比例太小 頭小 根本是好序 對 可是就是有很多廠商 搞不清的狀況 就會覺得說 陳婉若 妳真的很賤 真的 妳怎麼知道 他們想說只有腳缺點 妳根本是在誇她 而且 哪一個小朋友要一個頭大的媽婆 沒有 像以前小璇跟家綺 都有遇過這個問題 就說 我沒有 她說不對 她比例太怪 她們頭比例太小 所以你說她膝蓋是怎麼了 不是 有疤啊 這妳不能怪我 我剛剛在看啊 這個廠商會不會抱怨 不會 不會 因為小璇的腿是那個無敵啦 而且這個可以蓋啊 對啊 那粉底蓋就好了 所以請問那次真的跌倒嗎 真的啊 所以妳去看廠商前會先擦 對 會蓋掉 會蓋一下 OK 好 那 換妳了 我只是臉是說 我覺得她的那個膚色比較 健康一點 好啦 我幫妳... 所以 妳沒有去見廠商的時候 妳要遮多少 妳要化好妝才能去見對不對 OK 所以妳每次會擔心嗎 所以今天壓力比較大 所以皮膚有狀況 會啊 女生常常就是 甜厚的時候 都會 可是以她的地位廠商 應該不好意思在講這件事 現在廠商不Casting 就小璇就是妳要用舊 她們就會直接 她不參加Casting OK 她不需要Casting 我講妳這個理由 其實 我跟妳講其實我是在跟妳說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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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如果她去見廠商的話 是沒有人敢挑剔的是不是 我記得在還沒有名模之前 她大概去Casting 就一定可以上 大概去Casting 因為還有一個是小璇台步很好 我覺得台步沒有美美化 而且她身材真的是完美無瑕 真的 真的 她球鞋 我相信妳的 她球鞋 我不覺得有點髒 那是故意的 那是一種軍裂復古反應 太白我怕會就是好像鋼心穿出來有點乖 對 沒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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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說 要做專訪 身度 專訪 爆打 蠟燈 不是 詩詢不好意思啊 請坐 辛苦妳了 不會 來 請機會 這個妳幫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她是明星的模特兒班的同學 那 她是小S的親戚 沒有 妳也在家族聚會裡面 好像沒有見過妳 妳有見過她嗎 沒有 真的是親戚 對 哪一條線 爸爸那邊的 遠 就比較遠 妳要叫小S什麼 好 咕咕 咕咕很輕耶 就是蠻遠的啊 如果硬要叫她 所以妳在家裡看康熙 就一直在電視說 咕咕咕咕咕這樣嗎 因為我很喜歡康熙 還是妳是喜歡小龍女是不是 咕咕咕 所以 所以妳從幾歲知道這個人是妳咕咕的 沒有 沒有很早 就最近才知道 最近 然後今天跟她相認妳打算要幹嘛 就滿開心的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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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好笑自奶奶 她跟我說 她跟我說